哈喽大家好 前两天我不是买了一个比亚迪堂吗 然后这两天很多人好奇我买成多少钱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个堂是在瓜子儿手车买的 当时我还是选择了很久 在很多那个平台人人车呀 什么优性儿手车 好多平台都看了很久 然后还是到我们当地的那个车商那里 也去看了一下 最终还是在那个瓜子那边 看了一辆我自己价格 然后还有车况都比较满意的车子 我就跟他谈嘛 谈了大概有十多天 大概就是比当初 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 优惠了多优惠了八千多九千的样子 然后我后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就定了 买成十六万一 他分那个金融价和全款价 金融价就是分期嘛 我们选的是这个分期价 我们把以前那个车卖了嘛 然后他那个钱就来给他首付 然后后面就是带的款 十六万一的话 他就是车子的价格 他还有一个百分之九的那个服务费 就是十六万一的百分之九 其实我觉得这个百分之九还是有一点点贵的 但是当时我正好遇上了一个活动 他优惠了六千块钱的服务费 其实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的话 我当时就觉得还不错 所以说我就决定了买了 然后还还有一个百分之三的金融服务费 就是如果你按揭的话 你就要交这个服务费 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费的话还好 因为你买新车去按揭的话 也有一个这个手续费 其实也差不多太多的 然后我们这个车子还有一个异地服务费 异地服务费其实就是运营费 当时我们这个车子是广州那边的车子 这个车子是广州那边 他们瓜子直接收了的车子 就不是个人的车子 所以说他们想快点出手 好像是19年11月份 他们就收了 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 对孩子没有卖出去 所以说我去谈价格也好谈一点 成都这边本地的车员 很多都是个人卖家 我去谈的话 基本上就是最多就一定一千块钱优惠 就谈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这边的 虽然说这边不需要异地费 但是价格还是差很多 所以说就决定了 还是在广州那边买 给那个异地服务费 然后其他费用呢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按捷的话 还有一个那个GPS费用 GPS费用是两千块钱的样子 然后它是包含了三年的那个到详险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一年的到详险 还是要值一点点钱 所以这样子算下来 GPS费用其实也就几百块钱 还可以 然后其实整体算下来的话 应该是把这些服务费加进去 应该是17万多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 其实跟市场价差不多 然后这个车子的车况 还是挺好的 15000公里嘛 然后车子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这个配置的车子 市场价基本上就是在18万左右 个人卖家应该就是8万左右吧 但是公里数的话 我估计应该都是在两三万公里了 我这个公里数才1.5万公里 还是比较好的 其实算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准新车了 我这两天开着 其实里面类似啊 什么都是非常新的 他送的那个充电桩 就是一个便携式的一个固定的 都是新的 都没有用过 我估计以前那个车主 可能没有充电条件 所以就把它卖了 应该是在外面充了一下电的 然后我们最近发的视频里面啊 好的朋友说买二手车坑 说什么瓜子二手车坑啊 其实我当时也不是说 非是想在瓜子二手车买 主要是很多个平台里面 我就在恰恰正好在瓜子二手车里面 看见了我一个比较满意的车子 其实在二手车这个市场里面啊 水真的比较深 但是我觉得遇到坑的情况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车矿 然后一个是车价 车矿的话 我觉得可以请一个第三方检测的 这次我们就请了一个几百块钱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车价的话 我觉得就是前期谈好的价格 后期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清楚 哪笔费用哪笔费用 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的 不能说在合同之外 再有一些其他费用 这样子的话 我真的会觉得比较坑 然后我们这次买车的话 我前期咨询那个销售 就是哪些费用 我们后期的话 就是给的钱就是一致的 没有遇到乱收费的情况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其实我们如果资金宽裕的话 会选择一个新车 而且会选择2799那一款 因为那一款要多20公里的续航 然后还需多一些配置 都是比较实用的 但是在当时选二手车的时候 没有合适的车员 所以就选择了2599这一款 大家买这个二手车 可以对比一下和新车的价格 因为有些车子的保值率特别高 再加上那个服务费 就真的没有特别划算 都害不住买新车了 但是现在一般就是买新车 还是会开一些年份的 所以说还是买新车好 但是我自己个人还是喜欢买新车 如果你只是想尝试一下新鲜感的话 也可以选择一个20车来试一下 谢谢大家